那么玉水浸湿地近年来管理得宜 生物多样环境优美 不过里长陈文祥说 最近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里是突然出现了许多的年轻人来钓鱼 并且把垃圾留在原地 让来整理的居民感到困扰 所以里长也呼吁 请民众爱惜环境以及生态不要破坏掉 爱惜环境以及生态不破坏 很欢迎他们来玩 加垃圾请带回家 垃圾随便乱丢 我们有很多东西 以资源回收物制作生态劲导 推动花莲原生植物进行生态布域 以及生态循环水质进化 并且将辅导理念延续到花莲的玉里镇 其模里水环境巡守队 维护玉水浸人工失地 曾经获得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109年度全国水环境巡守队 最佳人际奖的殊荣 希望民众都能够珍惜 这就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波动